中共对维瓦人的暴行认定为种族灭绝 据报道 欧盟议会正在讨论中共对维瓦人的暴行认定为种族灭绝 一些权威人士向欧盟议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该决议草案得到欧洲会议四个主要政党的支持 中国国安部近日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 以此鼓励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规范举报的奖励工作 根据该措施 举报者可获得最高10万元以上的物质奖励 或者颁发特别证书给予精神奖励 因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的邀请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勒6月8日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代表团之间的会谈 并见证了两国签署了旅游 农业和金融领域的三项合作协议 6月8日 中亚五国加中国外长第三次会务在诺尔苏丹举行 各方在友好 互相尊重与信任 富有建设性和相互理解的氛围中 就如何落实各国元首在2022年1月25日举行的 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分会上所提建议 进行了全面研究 当地时间8日 阿尔基利亚总统宣布 由于西班牙对西撒哈拉地区的立场转变 终止双方在2002年10月8日签署的友好木林合作条约 阿尔基利亚方面认为 西班牙政府放弃此前的西撒哈拉传统中立立场 转变支持穆勒哥的西撒哈拉自治计划的举动是不合理的 《华盛顿邮报》引述西方官员的说法报道 中共正在柬埔寨秘密建造海军设施 专供中共军方使用 但遭两国否认 欧洲新任总理对此表示关切 呼吁中国将意图透明化 中国一方面扩张海军军力 一方面高调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塑造的亚太北约 俄罗斯外长6月8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外长会谈 建立保障乌克兰运送粮食船只安全的黑海通道条件时 表示准备在土耳其的合作下 保证离开乌克兰港口运粮船只的安全 因联合国要求 土耳其提出帮助护送来自乌克兰港口的运粮船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集完 中文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中文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